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今天联合国爆出了有史以来 应该是最大的丑闻之一 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理事会 叫做大名鼎鼎的人权理事会 选出了五个所谓的伦之主席国 哪有五个国家的人权理事会 别忘了这个关键词人权 当然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称为土工包子国 包子土工国 第二个是谁呢 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俄罗斯前几天 爆出了一个很大的新闻 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40多岁的一个人 因为抗议俄罗斯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人权 自己在街头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给自己身上浇了一桶汽油 把自己活活的给烧死了 这是在俄罗斯 今天的俄罗斯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一个据说是俄罗斯最有权 最有影响力的 也是最杰出的这么一个媒体人 一个媒体的总编 以自己的那种自焚的行为 抗议普京的独裁 抗议俄罗斯没有人权 抗议俄罗斯没有言论自由 那第三是谁呢 哎呀说多了都是累 第三是古巴 古巴这样的一个国家居然成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 这个轮值国 轮值主席国 不得了 古巴这些人有人权帮帮忙 那第四是谁呢 第四当然也是中国包子土工国的好跟班啊 好朋友啊巴基斯坦 这样的一个中国的邻国 长期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 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国家 居然也称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国 人权的这个轮值主席国 第四是第五是谁呢 叫乌兹别克斯坦 也是这些年 这个被土工医收买的 不要不要的这么一个国家 在新疆有好多个维吾尔的小伙子 姑娘们啊 然后这个就逆境千辛万苦 偷渡啊 或者是想各种辙 然后跑出去 跑到哪儿去呢 你说他们新疆的人 他们首选的就是那周边的几个国家 就是前苏联那几个 几个 这个 这个 加盟国啊 后来独立的 其中就有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 好多人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后 然后又土工又通过外交的过旋 然后砸了点钱 然后把新疆维吾尔的一些小伙子 姑娘们又又活生生就给抓回来了 然后就有的一回来 就是人家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这就是这就所谓的两个国新选出来的啊 五大人权理事会的五大轮值主席国 你说这是个多么荒唐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事情有得说 我们要分析一下 出什么事了以后呢 我们不要就是骂一句粮 然后一碗头操你骂拱过 然后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分析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呢 是我们都知道美国啊 已经就退出的这个 所谓的联合国人权理事国 为什么要退出呢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啊 它早已经不再是一个 有的基本价值操控的这么一个组织 它早已经被土工的这个腐败外交 早就收买了 它用了收买的手段 手段非常简单 两个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为这个组织 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个组织每年给不少钱 第二就是给那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那些重要的工作人员网案 也给不少钱 你像双管齐下 一个是给组织钱 一个是个个人钱 你多少灵魂买不过来呢 是不是 对我们读圣经的人 我们就知道 人类社会耿古 就有的这么一个人性 这个所谓的败坏的这么一个途径 就是金钱的收买 因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价值 出卖自己的灵魂 出卖自己的信仰 出卖上帝 你说是不是 这些著名的犹大的故事 你说犹大拿了什么东西 没有拿什么东西 就拿了点钱 完了以后就可以收买它 所以人类社会 我们说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它不新鲜 它就这么点事 但是往往魔鬼就用这种金钱 的诱惑 就每次都是马到成功 旗开得胜 为什么呢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讲这个犹大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你说是不是 他为什么 就是他就愿意 因为一点小钱 就出卖自己的信仰 出卖灵魂 出卖上帝 那是因为里面 有那么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在那个晚上 魔鬼就入了犹大的心 就是你一个人之所以被收买 不是因为钱多美好 我告诉你 而是因为你早就已经 在心灵的深处 给魔鬼留下了位置 让他住在你的心里 我们这些人读圣经 知道圣经里有一个 很通俗的话 叫以马内利 就是讲说上帝与我同在 上帝就在我的心里面 这是西方社会 传统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最基础的价值观 上帝与我同在 上帝住在我的心里 所以一旦魔鬼住在你的心里以后 那上帝怎么可能还住在你的心里 你得把上帝就赶走了 你有这个权利 因为你是自由意志之人 所以这些道理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呢 就是我讲圣经的很喜欢 有人就在推特上说 如果需要和不讲圣经的 我就不看他的节目的 我话这么说 如果说我哪天不讲圣经的 我也就不讲这个节目了 我不缺这点钱 我自己过日子过得还可以的 不算富裕吗 但是也不贫穷 这不就是圣经告诉我的一个财富观吗 不贫穷也不富足就可以了 你说是吧 所以大可放心 我只要做这个自媒体 我是一定要 我称之为深入浅出吧 自己夸奖自己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非常龌龊的一种 我们用金钱收买的现象 土工他这些年之所以在几乎所有的联合性的组织里面 通过他的贿赂 通过他的腐败 每每是欺骇得胜的 每每是收获了不少的灵魂 不外乎 就是因为中国人他没有信仰 他就愿意去 他是魔鬼 知道吧 然后其他的人呢 早就已经远离了这样的信仰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包括今天的美国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的 就讲这个意思 美国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 他不是什么阴谋论意义上的什么deep state 我不用这些语言 美国之所以搞成今天这样一个浪空空的局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有一部分人 至少有差不多一半的人 至少至少是有三分之一 不止应该是一半的人 早就已经偏离了美国的传统的 以基督信仰的就是民情秩序 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的话 你说你是基督徒觉得你很土 你很野脈 你没文化 你知道吧 已经是一个美国在至少有一半的人 他已经以福音为耻了 我们都深信的知道这句话吧 不要以福音为耻 美国至少有一半人 美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看到相信上帝的 和不相信上帝的人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土地上 展开了一场鼠年的征战 你就明白了 因为他还有一半人信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这些年出了不少的 尤其是那些不再相信上帝的那些思想家 学者教授什么的 他们根据自己的一点所谓的智慧 一点套路 然后发明了一套的自己的思想 然后用他们的思想代替上帝的话语 著名的就是这个努尔斯 正义论的公平即正义 你公平怎么是正义的 正义在上帝的手上 你公平 这个世界上你哪有那么绝对的公平 死了就是公平 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 这才是公平 可是你没死的时候 你哪有公平的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都没公平 啊 我们只有比较公平和不公平 没有完全的公平 所以你用公平去代替正义是巨大的错误 但是现在的人呢 因为他偏离了上帝嘛 他不读圣经了 他喜欢这一套说辞 觉得很好啊 你看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子的 道理是要公平的还是要效率呢 有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学 真的是不亦乐乎啊 这都是没有信仰的人搞的事情 啊 第三才是什么呢 就是那前任几个总统啊 他们被利益绑架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卡特啊 然后呢老布什小布什 然后呢克林顿啊 克林顿的老婆 希拉里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大概有五代的总统吧 基本上已经被利益集团给绑架了 所以据照人 我们就知道人是一个利益场 人是一个名利场 你看每个人都趋力嘛 是不是 那之所以趋力是因为魔鬼 就入了他们的心 哦 所以你看他没有小布什老布什 布什家都是反川普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个共和党的总统 居然反一个共和党的总统 而且而且这个川普总是把圣经 拿在手上的这么一个总统 他里面很有趣 但是我们涉及到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人就是一个被利益捆绑的 人就是欲望的载体 所以土工他就掐好 魔鬼就掐好 就利用了这些人性的这一个软肋 然后就用钱来书卖 你说今天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都成什么样呢 是不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会他闹出这么大一个事情 搞这么大一个丑闻 他道理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这会儿土工的这个腐败 外交土工的大撒币 土工的这个贿赂 国际上的贿赂 主要是针对人权理事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针对人权理事会呢 因为最近在西藏 在香港 在新疆 在内蒙 你说是不是 就这么四个地方 中国内地都不用说了 反正都是都那样 就不用考虑了 但是全世界的热爱人权的人 都盯住这几个地方 我再说一遍 一个西藏 西藏还不都不是火热的 最最最热的地方 就是三个地方准确的说 排第一的是这个新疆 排第二的是香港 排第三是内蒙 蒙古内蒙 你知道吗 就是典型意义上的人权事件 所以这个土工中国啊 猫子弟啊 他们体会到了自己在人权方面的 一种腿势啊 想通过收买 把这个人权理事会 全部抓在自己的手上 完了以后再搞定这些事情 这不就是土工的思路吗 是不是 你说新疆的还有人权吗 你说像 你说你说香港这边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个人权的灾难 新疆说白了 就是个人权的灾难 内蒙的语言教学的事情 就是个人权的灾难 你说是不是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三个地方 没有爆雷之前 没有炸锅之前 土工最焦虑的这个领域 并不在人权 他不管人权的 他无所谓 他管什么呀 管武汉病毒 所以在这个 往人权理事会 砸钱之前 土工砸钱 砸的最多的 收买这个组织 收买那个组织里面的 那些工作人员的 砸的最多的 当然理所当然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也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 所有的这种联合国下属机构 他因为他没有选举 他就是一个代理机构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监督机制 谁给钱 谁就是脑大 所以他成功的收买了世界卫生组织 感觉到那个时候 我们感觉到 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觉得世界卫生组织 那个谭德赛 那就习包子的一个什么 一个小跟班 他连个习包子的省委书记都谈不上 他说习包子下面的 比如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 比如说这个什么 美术家协会主席 书法家协会主席 就这么一个职位 所以习包子让他干嘛就干嘛 他恨不得给习包子下跪 为什么呀 不仅仅世卫组织拿了不少钱 下面很多人 包括他那才本人 都有可能拿了钱 然后你一屁股走在中国这边 各种配合中国搞 你看他搞了多少事情 一会说这个病毒不传人 后来又说传人 然后又说这个要全球要封锁 目的就是要搞垮美国 搞垮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 但是土工在这个世卫组织中 砸的钱砸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他已经收获到 他想收获到的东西 基本上在这个世界 这个武汉病毒全球传播的 这个问题上 土工是绝对是打90分 他是赢了 这个主东西在他的手上 因为他成功的控制了 世界卫生组织嘛 搞得这个美国都退出了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你就想想吧 他已经真的是习毛子是满面春风啊 猪八戒真的是旗开得胜 自行星爆破 他想说百事也说百事 但是这会儿呢 他就抛弃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了 已经就转向去收买这个世界人权理事会了 你明白吧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这会儿就开始说点人话了 你看到没有啊 就是在今天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一句话 不主张全球应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采用一种什么啊 封锁的这么一种什么防疫的措施 因为这个东西封锁不住 啊还是要开放啊 还是要想办法 你不然的话你你封锁来封锁去 你最后把整个人类经济搞垮了 人类的公共生活搞垮了 所有人都不能出门 所有人都不能旅游 你最后发现所有人都疯了 所有人都变成精神病了 所有人得了抑郁症了 这才是最大的卫生世界 最大的健康世界 你说是不是比你一个大好感冒严重的多 那可不是人家川普早就说了 没有必要全世界封锁 为什么土工他要不断的强调这个病毒很厉害呢 但一旦一开始说不传播 他是想什么 避免自己成为这个病毒源 后来呢这个已经散开了 他又开始讲啊这个病毒很严重啊 大家都把国民关起来 他要打垮美国经济 让美国没有能力跟他打贸易战 你说是不是啊 川普每次都是对的 所以川普今天看到是有卫生组织说了以后 川普说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不是吹牛逼 他真的是对的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 你哎包括其他的科学家 就是有2000多名科学家 最近都联名了 联名要搞了一个公开信 给全人类的公开信 这种因为武汉病毒全球封闭封锁 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航空 没有没有贸易 没有经济增长的时代 应该要过去了 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人类要面临这个事实没有那么严重 对对特别敏感的人群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比如说年纪大的呀 比如说体质差的呀 是吧你可以排查的嘛 完了以后赶紧该干嘛干嘛 就不要这么夸大气息 不要中了土工的圈套 2000多名科学家就这个事情发表 是不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 因为很多个科学家也已经被土工收买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土工在这块他也不砸钱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会发现土工 他其实他是顾此时彼的 他没什么智慧 他就是首先是你这些人 魔鬼入到你们的心 其次土工给你们砸了一笔钱 但是你要知道土工砸钱 他是故死是彼的 他前期是砸世卫组织的钱 砸多了是吧 然后世卫组织成了小跟班 这会儿世卫组织的作用已经没了 他就世卫组织就被细胞子就给抛弃了 是不是 成了个弃腹 完了以后 这会儿又给世界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砸钱 砸出这么一个丑闻 你自己就是摸摸两个心想想 只要你稍微有点这个人性还在 你你的良心没有死绝 你还是个人不是一头猪的话 我们觉得都可以做出判断 你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你说你能做人权理事会的人权主席 你俄罗斯这个国家 还有这个是古巴这个国家 这臭名昭著了 是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巴基斯坦 乌兹北克斯 你还不如把朝鲜 这个国家搞的人权理事会 人权主席去 朝鲜的人权也挺好的 是不是 朝鲜人每次做民调的时候 朝鲜人全是第二幸福 中国人是第一幸福 那美国都不行了 美国的女人穿着比基尼 在海滩上 在晒太阳 被朝鲜人说快饿死了 你看没饭吃 没衣穿 你看没衣着穿这么点衣服 扒在海滩上面 你干嘛呀 美国多穷啊 美国没有人权 华春莹不是经常说 美国哪有人 你还得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美国有什么人权利 有什么资格 对我中国的人权说三道四啊 他之后成功的 就把这个人权理事会收买 那人权理事会 他怎么收买他呢 那当然很简单了 因为这种非民选的机构 他是采用着一人一票的 他假不假是有个选举的 但是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自然人 他是个国家 比如中国也有一票 比如说乌斯别克斯坦 也有一票 比如说非洲的那些小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一票 联合国里面 国家无大小嘛 每个人都有一票 可是这一票 你共产党是给花钱买的呀 我告诉你 共产党土工包子 成功的买通人权理事会 他买通 这个所谓的假模价实的选举 他真的花了不少钱 每个给他投票的国家 都花了不少钱 但是你又找不到把柄 你也没法找 你就任由土工 柔林人类社会 把人权这个东西就铺上了一捆狗屎 知道吧 让人觉得特别恶心 这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还可以简单讲一讲一个道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并不是民主选举这个事情 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 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丘吉尔早就讲了 民主它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民主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而且民主这个东西 它作为一个普选 你得有前提条件的 首先你第一 这个民主的前提是什么 是共和 是吧 你看美国他就有两个党 两个党撕来撕去 叫民主共和民主 你不谈共和的民主 那是叫多大多数人的暴政 文革也是民主 我告诉你 文革几个一个学校的学生加起来 然后一投票 决定把个校长打死 你说他不民主吗 他也是民主 所以民主的共和 是一种党派的共和 竞争多党制 你说是不是 你说联合国 他就这么一个人权 他根本没有竞争 他没有竞争 你怎么投票 你收买一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村里面的村长 你没法选举了 中国的村长 因为他用钱收买你 他没有竞争 全是要听党的话 党就包子里 一个小学生的脑袋 你怎么弄吧 但是光共和也不行 共和的前提是指这个国家搞民主 搞共和的人 他有一个起码的一个道德的底线 一定要有人性 人做事情要有底线 这个底线从哪里来的 人自己是不能给自己画底线的 就说你一个人 比如说你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 你不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一块大地 大地是上帝给你的 道理非常简单 一个人之所以有底线是因为上帝住在他的心里面 时时刻刻作为一个观察者 作为一个旁观者 在监督你 他作为一个监督者 人是需要监督的 但是最终的监督是上帝在你心里 我刚才说了 有些人早就把上帝赶出去了 早就让魔鬼住在他的上帝 住在他的心里面 你说他怎么个监督法吧 所以真正的宪政真正的所谓的民主游戏规则 它是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信仰 上帝信仰 第二个是共和制度 第三才是一人一票 你知道吗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这三个东西缺一不可 就是这样子的 你光搞民主那是一场灾难 所以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成功的被土工收买 成功的被土工搞成一个世界上最龌龊的这么一个组织 制造这么大的丑闻 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的灾难 你以为呢 谢谢大家